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剑 那么咱们今天来玩的这款独立恐怖游戏名字叫做Beck Rooms 先跟大家说一下 Beck Rooms其实是一整个都市恐怖传说怪谈系列的这么一个总称 可能这个时候有观众就说了 哎呀不就是鬼故事吗我懂我懂 非夜非夜 一个人或者说一小撮人讲的鬼故事那确实是鬼故事 但当这个人数达到了一定的范畴 就有一大群作者 电钻 嘶一下钻开脑洞 啪一下 蹦出来各种各样奇思妙想的东西 构成了这么一个Beck Rooms这样一个系列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同人文 同人图片 同人音频 同人游戏 同人作品等等等等 这个时候呢 它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它的定位更像是某CP基金会 这么说大家应该就懂了 OK啊 那么这个都市传说系列到底讲了什么呢 待会咱们进入游戏之后再稍微浅谈一下 为什么不是细讲呢 是因为我怕我这个了解过多 对吧 玩游戏就跟看了攻略一样 我和某人可不想这么没有体验感的去玩游戏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就不细看了 就看了一下这个介绍 OK啊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Play new game First day of a new job Huge compan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ey do exactly I was supposed to go to the archives to set out some documents OK啊 那么通过刚刚的介绍 我们知道啊 现在我作为这个主角呢 是第一天来到这家大公司上班 而且刚刚这个走路摇摇晃晃 定是喝了几两 啊 咱们好像是大晚上来加班啊 这晚上进出怪事是吧 我们现在也是第一天来上班 也不知道这家公司业务是什么 非常的神秘 搞得晚上是要来整理文件的 其实这么一想的话呢 大公司都市传说 你们想到什么了没有 没错 学园都市 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估计是在这个地方 找这个收集LV5能量者的 这个能量的对不对 来做实验的 但是我估计就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 看着头发其实也挺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有头发的人 影子不会这么的平滑 是个光头 哎 惨了 不是啊 这大公司怎么还有这种古董电视啊 啊 这大公司的大公司对员工不能好一点吗 是班首都生锈了 给谁用啊 这家公司是不是快破产了 我是不是接盘侠来的 哦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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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错怪这家公司了 看来我们只是一个底层的员工啊 啊 你看这个公司的会议室 啊 如此的富丽堂皇 总有一天 三年之期一到 我要回到这家 什么什么回到 我要攀登上这家会议室啊 这这间会议室 把里面的董事全部开除 全部开除 让他对我们这个员工对对待我们这么差 因为这给老老旧电视 然后还让我们晚上加班 呃 what 加班就加班呀 你为什么把门锁了呀 这着火了出不去怎么办呀 完了这还被关起来了 这这更恐怖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房子里面都有什么 有一台电脑 这个显示器还非常的小 都不到24寸 16寸吗 18寸 16寸顶多了 顶天了 16寸 Put these stocks in cabinet 把这些文件收集起来 这什么 这试卷吗 有点看不清啊 我看不清上面写什么东西太小了 还有一条横色的蓝字 收音机能开吗 也不能开 行吧 咱们来整理一下文件 这是A 放进A柜子里面 为什么只有这一排的柜子 有这个数字啊 有这个字母啊 其他柜子你们都不写 一下的吗 是不是待会咱们还要拿马克笔给你们标一下 啊 我真敬业啊 大晚上来整理文件 不话说你们不就这四个文件吗 用的着让我来跑一趟吗 明天整理不行吗 不就这个什么ADG 还有个L 对吧 啊 来吧 下班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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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都还没跟大家说呢 还没给大家潜谈一下这个都市传说呢 是这样的 传说有这么一个都市传说 在学员都市里面所有的都市传说都是真的 行 咱们不跟大家提了 这个都市传说是这样的 咱们在游戏中不是会卡bug吗 那么这个都市传说就搬到了这个现实啊 咱们在现实中会遇到一些bug 比如说当你狂按电梯按钮的时候 你可能会坠落到这么一个神奇的层空间啊 或者说这个空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命名 或者说你在现实中像刚才我们开这个柜子 柜子卡bug了 咱们就坠落了 或者说你可能躺在沙发上 你就莫名其妙卡了沙发的bug 你就坠落了 或者你这个蹲起 蹲起 你在这个现实中蹲起多了 你就卡bug了 你就坠落了 就会进入到这么一个神秘的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的话呢 是按层来分的 它有从这个零层到N层 反正每一层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同仁文作者在开发了嘛 甚至有负一层 对不对 咱们现在掉到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零层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不断的解谜 或者说生存的手段 去达到不同的层数 当然你也有可能会在某一层因为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你又回到了第零层 在其中的话呢 有很多掉进来的跟你一样的这个受困者啊 甚至在里面形成了一些组织 就是这么的神奇 咱们今天又是掉进来的新人啊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零层了 零层的话就是一片黄色的房间 然后非常的阴冷潮湿 有些地方都发霉了 就比如说这个天花板 嗯 这边有什么无线电的声音 又变小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整体看起来就像是无尽空间一样 所以咱们必须得探索一下 怎么去逃离这一层 这个游戏估计也就做了这么 第零层嘛 毕竟这个游戏没有多大 啊对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期待 非常值得玩一下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第零层的攻略是什么 因为具体第零层的同人文 我是没有看的 我现在觉得 哦 这不就找到出口了吗 这么高跳下去不会死吧 这个 我都卡bug了 我怕什么 啊 我不该乱跳的啊 哦 我在哪 这地方怎么有一股霉味 就像 隔壁邻居的袜子发臭泪一样 哦哦哦 这个文件还能剪呢 哇我们真是敬业的好员工 跟你们说以后我们当上老板的时候就有谈子啊 就说当年我们这个 对吧 在神秘空间剪文件 这么这么一个壮举 不是那我怎么逃出去啊 当老板也要先逃出去啊 我至少得先把这第零层给过了吧 这整个世界都是黄黄的 我现在感觉我就在海绵宝宝里面一样 哇真的这个地方好神奇的嘞 我现在在用各种各样奇怪的口音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避免 太恐怖 你们有没有听到脚步声 what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what 什么 what the hell 这什么呀 你谁呀 大哥你能帮帮我吗 我看你长得挺高的 你怎么是个透明人呀 还整个走路还不断放屁的 还氮气加速吗 嗯 它消失了 这不是更可怕了 你会突然出现吗 如果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爱我吗 我还想说 这里要是没什么怪物的话 只是解明不用怕了呀 对吧 只是可能有点这个黄色 有点黄色恐惧症 以后我都不敢搞黄色了 诶 有个柜子 这什么 抖动的柜子 这不是刚才咱们鬼畜的柜子吗 对吧 这指一个抽屉 四 上面写了个四 DJ你会爱我吗 他不会出来了吧 不过他好像跑不过我 诶 这是一扇门 诶 我又卡bug了 我能不能回到这个世界啊 你们知道我进不去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什么心情 我左边就是我的办公室 我只要从左边走 我就可以回家 但是我不能从左边走 右边是地狱 左边是天堂 现在就是这个感觉 我现在就想回家 真的 我就想从这个地方回家 回家 回不去了 灯还掉下来了 这什么 七 兄弟啊 我老伙计啊 咱们看着咱们这个背形 是有点驼背啊 47 我拿到了两个数字 two numbers 那两个数字有什么用吗 474747 我怕我忘了 4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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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4 士兵76 不是 7474 alright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找到更多的数字 或者说哪里有什么提示 这有一个柜子 这什么 好像是 5 457 457 是我7 57是谁 457 我现在有三个数字了 three numbers 457 哇 这怪物好像不会出现了 是吧 它是一次性的嘛 一次性怪物 不行 我不能放松警惕啊 这种地方 放松警惕还是很危险的 怎么还有电钻的声音 光头墙又来锯木头了 这也没有木头可以锯啊 我怎么又绕回来了 我现在感觉我就是 孤勇者 对 孤勇者 都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泛黄 枪笔 恶魔地狱 我是不是听到了恶魔地狱啊 都不必隐藏 你们在说什么 诶 密码门 这不用密码呀 是不是只有开了密码才能进入到神秘空间啊 椅子 椅子是多少 椅子是七 椅子是七 完了 这另外两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它的其中一个抽屉 抽屉是 设计 44 74 什么74 还有一个密码 咱们是 哦 这个柜子拿到的 还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桌子 574574 还差一个 找桌子 出口 出口 我找到了 找桌子 找桌子 兄弟们 我明白了 要找桌子 他们说要带着光 驯服眉头怪兽 他们说要封好你的伤 没有人还消愁 为何孤独不可光荣 人只有不完美 值得歌颂 谁说无你满身 爱你故声走暗香 爱你不贵的模样 好严走进四湖童 迷路红见红 桌子在哪里 我要找桌子 我要桌子 妈妈 我要桌子 what the hell who who is there 谁在那 what the hel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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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want to see you 除非你是可爱的妹妹 不然你不要出来见我 除非 除非你是可爱的妹妹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她不是可爱的妹妹 不是可爱的妹妹 她在欺骗我 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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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 我现在找到桌子 我还被东西追 我又该怎么回去呢 桌子 桌子桌子 桌子 九 另外几个数字啥来着 七 九七 wow watch out for it 小心 小心 我知道要小心 九七 完了 完了 数字啥来着 九七 七四 七四 士兵七六 七四 对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士兵七六 记起了七四这个数字 七四 四五 四五 四五六七 九七四五 九七四五 一共四个数字 然后九是桌子 四 四是抽屉 哦 出口 五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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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是柜子 柜子是五 椅子 椅子 七 四 哦 对了 哦 回家的路 nice your time 十六分钟 哇 就是你们知道吗 这种 灵异游戏 其实 可能没有真正很恐怖的鬼怪吧 啊 但是就是会给你一种 莫名其妙的 压迫感 至今我 人未知道 那个透明人 他是个什么来头 啊 如果说大家喜欢 这一类的都市恐怖传说系列的话呢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backrooms 啊 反正我对这种奇怪的鬼故事 还是有点兴趣的 OK啊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也玩的差不多了 如果说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 我 我是不是还能走啊 哦 我不能走了 不要忘记点赞三连 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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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